魚子的萊姆 剛剛有人提到說 去角質的話我就是會推薦這一瓶 然後這一瓶跟果醋的這個不太一樣 這個你可以天天使用 因為它相對比較溫和 可是這個呢 即便你是超級油頭 我都還是建議一週大概一到兩次就好了 對 因為你過度清潔 對我們的頭皮都不是太好 你要在使用的時候 請你端看你自己的頭皮感覺 因為我個人覺得它的確是很有效 可以做到你的頭皮的整體的深層清潔 你就可以知道 當你的頭皮是整個乾淨的時候 它真的就是在呼吸 而且你的頭髮不知道為什麼都不會塌 因為它每一個毛囊都是乾淨的 雖然它是有一些茶樹4T的成分在裡面 但是啊 我告訴大家 它的涼感不是那種4T的涼感 它的涼感是你的肌膚乾淨之後的那種清新感 比平常就是很油 然後腳趾很厚 這一個也是 我覺得是頭皮護理上面很好的一個產品 可以分享給大家